为了上位 武则天居然亲手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 一边流泪 一边对熟睡的婴儿伸出双手 这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现在却不得不死在她手里 姗姗来迟的皇后 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杀青了 被一路引到案发现场 顺利成为第一嫌疑人 皇后大惊失色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五妹娘已经叫出证人 势必要把屎盆子 稳稳扣在皇后头上 一口硕大的黑锅从天而降 直接将皇后砸懵了 还没来得及辩解两句 皇上就闻声赶来 五妹娘连忙上前绝望的哭诉 皇上小公主她 她死了 一半是作戏需要 一半是亲手掐死小公主的内疚之心 五妹娘当场昏了过去 而这也更加坐实了皇后谋害小公主的嫌疑 理智已经怒不可遏 她没想到皇后竟然如此狠毒 连刚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 搬倒皇后的计划已经获得初步成功 可五妹娘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她为此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那是她的至亲骨肉 她辛苦怀胎十个月才生下的孩子 午夜梦回还总是能听到小公主的哭声 可心疼归心疼 她却丝毫不后悔 皇后的地位摆在那里 要想置她于死地 那是防不胜防 五妹娘已经起了防备之心 可还是被皇后挑出了刺 诬陷她偷了玉玺 当场就要被打死 五妹娘 还有什么话好说 来人 给我以家法战毙 皇后 回皇后娘娘 奴婢该死 玉玺是能变哪的 娘儿 把她拉出去 一家法战毙 如果不是贴身宫女定罪 这一次五妹娘就真的完了 也正因如此才让她下定决心 就算牺牲女儿也要扳倒皇后 而她的狠心计划也终于如愿成功